菊花的鬼爪直接贯穿了刘天师的胸膛 想要跟刘天师说一说掏心窝子的话 就在菊花要取出刘天师心脏的瞬间 刘天师体内突然迸发出一根大黑棒 直接刺向了菊花 被面具男封锁的实力瞬间恢复 刘天师大笑起来 菊花我真是要谢谢你十八倍祖宗了 正是因为你掏了我的心窝子 直接把我体内的灭魂针给逼了出来 现在的我已经突破旋即成为地级天师了 随后刘天师直接觉醒了六沟玉轮回眼 怒开虚拓 一个巨大的骷髅手从身体内飞出 锁住了菊花 冷冷说道 我乃地级天师龙阳子 菊花我命令你 现在即可立即马上斩断世间因果 舍弃肉身去往地府投胎 伤害你的人 我自会成戒还你一个公道 否则我将立刻用十拳剑将你封印 说完一个巨大的葫芦剑就显现了出来 恢复理智的菊花嘶吼道 我不 我要亲手杀死这些害死我的人 刘天师见菊花执迷不悟 十拳剑直接就刺了过去 但被菊花的丈夫挡在了面前 求刘天师放过菊花 菊花只是暂时被仇恨蒙蔽了心志 刘天师也是不忍心封印这苦命的一将 直接猛的一发十拳剑就刺进了狗圣子的身体内 反应过来狗圣子痛苦地嘶吼着 刘天师淡淡地说道 现在可以去投胎了吧 看到如此杀伐果断的刘天师 菊花选择相信刘天师是一个为民除恶的好天师 一个灵魂直接从菊花体内飘了出来说道 天师我相信你会还我们家一个公道 随后温馨的一家三口慢慢地飘向了空中 而狗圣子这边 龙羊子直接将他的魂魄用十拳剑抽离了出来 狗圣子随即倒在了地上 刘天师冷冷地说道 封印 想多了 那对你来说算是宽恕了 我要让你灰飞烟灭 从六道之中消失 狗圣子的鬼魂听后 直接被吓出了鬼尿 哭蝶喊娘地求刘天师放过他吧 下辈子投胎给刘天师当牛做麻 牛是三直呼 刘天师好牛逼啊 鬼尿都给他吓出来了 师父你不要听他的 此人本心极恶狗改不了吃食 他死后肯定不会安心投胎 还会变成恶鬼回来报复 刘天师听完 直接发动铜树 六根黑棒凭空出现 直接深深刺进了狗圣子的身体内 随后用出了灭魂天照 一发黑盐在狗圣子的魂魄上烧了起来 狗圣子的惨叫声响彻了天地 那几个村民也是吓得一个腿软纷纷跪倒 求龙杨子饶他们狗命一条 宪兵队队长直接吓出一身冷汗 什么狗屁真理永远在射程之内 真理在许左能乎之中 说完直接带上家伙流霉了 然而让刘天师没有察觉到的是 已经没有灵魂的菊花体内流出了一滩黑色粘稠的液体 慢慢的渗透进了土里消失不见 我听完之后很是高兴太好了 刘天师终于恢复实力了 这下就不用去寻找什么血身了 刘天师点点头说道 血身倒是不用寻找了 不过这个菊花似乎只是一颗棋子罢了 破解九星镇尸关幕后的那个黑手还没有出现 我们还不能松懈 要赶紧调查这个家伙 趁他没有复活之前把他灭了 不然他肯定还会继续霍乱村子的 我和牛十三点点自己狗头 随后刘天师就让众人起来 让他们好生厚葬菊花他们一家 还吓唬村长如果稍有懈怠菊花 还会回来复仇的 吓得村长赶紧命令众人抓紧干活厚葬菊花 随后我们就回了药店 刘天师让我和牛十三先去休息 他要暂时闭关修炼 期间务必不要打扰他 我和牛十三由于太累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直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来到大厅就看到一个村民 焦急的说道 不好了不好了 村长的女儿小月好像是中邪了 见人就想咬上一口 七八个壮汉才把他控制住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我和牛十三大惊 难道幕后黑手又来捣乱了吗